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的心得分享主题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想要去拍照 应该怎么走这条路 其实很简单 第一步 你需要买一个手机 因为我没有安卓系统 所以我就用iPhone当笔发棒 iPhone 你不一定要买iPhone 11 Pro 买个iPhone 11 完全完全足够 你进入摄影的第一步 在你买一个很好的拍照手机之前 千万不要买这种单反设备 不管是机身还是镜头 都不划算 买手机最划算 因为你就算发现以后我不走这条路 我继续当我的键盘侠 我继续看视频 我手机还可以原来打游戏 一点都不亏 当你有了手机之后 你要干什么呢 应该拿起手机就开始狂拍 不要先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 因为当你拍完之后你才发现 为什么我拍的照片不如别人的好 为什么我的照片是糊的 为什么照片都是暗的 或者我的环境是亮的 人是暗的 或者人是亮的 但是环境都是一片白的 当你发现问题之后 你再针对的去看视频 然后当你iPhone发现我怎么都拍不出好照片 我也不想拍照片 那我劝你继续 玩游戏 放下手中的iPhone 不要拍照 继续当键盘侠 看视频 退坑 当然了 有些同学们坚持下来了 而且用手机拍摄的照片非常好 那恭喜你就可以进入下一步 就是入坑 那入坑之后 我们应该买什么样的设备呢 这个频道我的计划是 一步经验分享 接下来三步器材分享 所以下一步 先预告一下 新人入坑 一定要买的第一个设备 哦 我已经说了 是iPhone 那新人入坑买的第二个设备是什么呢 敬请期待 我们下周再见 我是Great 拜拜